从前啊,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风水先生,姓杨明清云,云游天下寻找绝佳风水宝地,据说经他乡过的地方,没有不准的。 有一天,一个贫穷人家,叫张永贵,抱着发财的心理去求他帮忙寻快递。 杨清云观其形象,可说并非善良之辈,却又很同情他的遭遇,于是便答应他了。 他们二人从清水沿后山的东北向北方寻去,只见山势明朗,小琉球智力海上。 来到一地,杨清云忽然开口说,这里真是块好地,必然可以大富大贵。 张永贵一听,很满意地说,只要能富就好了。 杨清云说,大富大贵是必定的,此叫金脸盆,将来可以富贵满天下。 张永贵高兴极了,立刻拉着杨清云要回去动手千葬祖坟,杨清云说,且慢,这块非常之地,对你固然很有利。 但此地葬后必然伤失,你用了这块地,我的双眼必变下,后半生就无法生活了,只要你有诚心奉养我半生,我是可以替你按着卖千葬的。 张永贵赶忙回答道,那当然罗,要是真的能富贵发财,我必然会报答你,奉养你终身,绝不敢忘恩负义。 杨清云说道,也好,我就答应你,假若你将来违背了诺言,那可不能怪我,张永贵满口答应了。 果然,张永贵祖坟迁葬不久,杨清云的双眼也渐渐瞎了,而张永贵果然发达了起来,他们对杨清云的感激不在话下。 可是俗语说,日久见人心,张永贵觉得每天像凤羊老子一样,有些不耐烦,尤其杨清云是吃乳羊肉,常常必须杀一只乳羊孝敬他,损失不小,供奉便一天一天怠慢了。 一天晚上,杨清云刚吃过晚饭,正用牙签踢着牙缝里的羊肉渣,夏女送上茶来,杨清云满脸满足地向夏女说,今天的乳羊真嫩真香,好吃极了。 夏女忍不住地扑枝笑了出来,夏女道,杨是刚从羊肚里生出来的,当然很嫩。 杨清云道,怪不得这馍香嫩,不过太可怜了。 夏女听了格格大笑,说,这有什么可怜的,又不是人把她杀死的。 杨清云一听觉得有蹊跷,便问,怎么不是杀的? 夏女回答,是生下来跌落粪坑淹死的,原本是要拿去丢掉,后来想一想,还是拿来给你吃。 杨清云问,这是谁的主意? 是主人的意思,夏女天真的回答。 杨清云心里知道,这是张永贵期她看不见,而且厌烦侍奉她了,很是恼怒,但她并不动声色。 四日清晨,便对张永贵说,你家祖先的风水已经起了变化,最好能挖起来,再选择一个良辰吉日重新安葬,这样你的家运才能继续发展。 张永贵大惊,带领杨清云来到金脸盆,杨清云叫她把耳朵贴进墓碑。 你有听到作响的声音吗?杨清云问道。 张永贵惊讶地问,听到了,但不知什么原因,正要问个明白。 杨清云说,那是地脉移动的象征,要赶紧重新改造,否则龙脉要走掉了。 那怎么办才好?张永贵慌了。 杨清云说,不要紧,我去把龙锁住就行了。 张永贵没有半点怀疑,便依照杨清云的指示,择日破土预备改造。 当日中午,杨清云带着法器,随同来到了墓底,将墓箭往低一插,然后动土挖掘。 当墓桌撬开之后,桌下有一盆水。 此盆水乃杨清云埋葬时预留的破解法。 杨清云急忙捧起盆中之水洗眼,瞎眼顿时复明。 张永贵不知那有蹊跷,还继续问要如何处理。 杨清云指挥他把瓮金盖打开,将要打开之时,突然传出白鹤细水的声音。 开盖后,忽然。 看见七只白鹤从瓮中飞天而去,张家的人惊讶之余,用尽全力只捕捉到其中一只,在惊慌之中急忙把盖重新盖上,却折断了一只脚。 在旁围观的人,见杨清云如此神妙手法,都赞叹不已,只有张永贵看出情形不对,慌忙问这是怎么回事。 杨清云说,很糟,因为我眼睛看不见,所以不幸把龙脉破坏了。 也因为你本性太坏,忘恩负义的结果,这是没办法的事。 杨清云在人群嘈杂之中,赶快钻入林中脱逃了。 张永贵家人追赶不及,赶紧把土重新盖上,重新造好墓碑,也随时要找杨清云算账。 过了几十年,张家出了一位进士,因为他天生搏了一脚,大家便叫他搏脚进士,并盛传他就是那只断了一只脚的白鹤转世。 金脸盆为凤山十三名胜之一。 金脸盆坐北向南,起来龙为七星转折而下,其目的四周自然形成龙旗的土丘。 中间微微凹陷,成脸盆状,内部藏风聚起,罗承紧密,其乃绝佳的风水宝地。 据说啊,听完故事并点赞的听众,今年发大财哦。